今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聊一聊张扣扣杀人案 Ready Go 这里是开开心心 拍视频 一本正经聊案件 大家好 这里是办公室瞎聊 我是瞎聊阿姨 我是瞎聊小妹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记得点击订阅加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2018年2月15日 这一天是中国农历大年除夕 陕西省汉中市南郊区 新极镇三门村 已经是年位十足了 村民们早已经开始备好年货 从近腊月开始 都已经开始张罗着过年 但突然发生在这一天中午的 一场复仇凶案 却捞乱了村民们的喜庆心情 这个案件震惊全国 春节期间 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了 陕西汉中 这个原本在普通不过的小山村 那么在陕西汉中这个地区 除夕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村里的人在除夕那天 会回回乡上坟 拜祭祖先 接近中午的时候 三门村的周边的山间和田地里 已经是泡生连连 一堆一堆的纸钱 在每个坟头之前燃烧着 村民们以这种最传统的方式 来表达对祖先的思念 35岁的张扣扣 在这一天没有去给母亲上坟 她的父亲张扶如回忆说 自从张扣扣的母亲 汪秀平在1996年去世后 张扣扣很少去母亲坟前 前几年跟着去过一次 纸钱刚一点着 张扣扣就哭了 这些年就再也没去上坟 像往常一样 虽然儿子没跟着一块到坟上去 张扣如及其全家 还是一起去了祖坟 此时他还不知道儿子 正在准备实施一个 震惊全国的杀人大案 先把时间拉回到1996年之前 当时张家和王家 还是一墙之隔的邻居 住得又近又聊得来 张家兄弟和王家兄弟之间 曾经是干兄弟 农忙的时候 两家通常是相互帮忙的 王家的主人是王自新 杨贵英和三个儿子 王孝军 王傅军 王正军 隔壁张家呢 张福如和汪秀平 有两个孩子 一个姐姐 还有一个弟弟张扣扣 当时张扣扣只有13岁 张家的汪秀平 在村子里是个热心人 干活实在 但是他有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脾气不好 只要有一点不顺心 他就会骂人 至于后来为什么 张王两家产生了矛盾 有的说是因为卖猪肉 有的说是因为卖西瓜的生意 也有的说是承包地的生意 总之出于金钱利益的原因 使得张王两家的关系变得紧张 1996年8月27日晚上7点 汪秀平路过王正军家门口时 给王正军的二哥王富军脸上吐口水 随后呢王家其他人也赶到现场 也同汪秀平争吵并撕打 汪秀平呢就拿着一个扁铁 向王正军的左边的脸部打了一下 当时呢王自新就是他爸爸 对他儿子喊的是你打去 打死了老子给你撑着 当时呢只有17岁的王正军呢 年轻气盛他就着急了 他就捡起了一个木棍 朝着汪秀平的后脑勺 砰一下下去 那汪秀平就直接倒地 当晚22点的时候呢 法医鉴定汪秀平因顿气外力所致 颅脑损伤而死亡 当晚王自新父子三人被带到派出所 第二天派出所录了口供 这时候王复军才知道汪秀平已经死了 王家父子三人呢是吓懵了 做完口供之后 王复军和父亲当天就回家了 王正军就是最小的儿子 他没有能回家 凶手 对 事情经过呢就差不多是这样 最终呢南正法院一审判决 王正军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法院认为呢 鉴于被告人王正军犯罪时未满18岁 且能坦白认罪 而且呢其父亲已经为他支付了巨额的伤葬费用 加之被害人汪秀平对引发此案的起因上有一定的责任 应对被告人王正军的重新处理 王正军的父亲王自新一次性赔偿 张福如经济损失费9639块3 一天之后法医来验尸验尸的现场就在停放他尸体的路边 附近的村民们都来围观人上人海像赶集一样 就是他是公开的解剖市场 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个时候呢 张寇寇他也是在边上 他就亲眼见到了他的母亲的脑子被打开 然后拍了照片 然后脑子被封上 我完全不能够理解他们这样做的 那个时候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 对 身后是暂时告一段落之后 除去用掉的八千多块钱 安葬费 王家只需要再付一千五百元的经济损失 不管是张福如还是娘家人都觉得这个判决实在太不公道 一共就一千五百块钱 就这件事 然后判七年 这件事过了 对啊 一条人命啊 对 因为他犯罪的时候是未满18岁 所以是按18岁以下未成年人判的 直接来到22年后的2018年 那年打架死人之后 王父亲第二天和父亲汪自新就被派出所放回了家 在过去的22年中 王家老大老二都很少回家 每次回去 在路上遇到张寇口或者张福如 因为他们毕竟是邻居嘛 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你总管会见到的 他们就会用躲避的方式 也不打招呼 就很尴尬的那种 大家都很尴尬 每次从张家门口走过 王家人也总是很小心 很少在老家过夜 都是早上回来 下午就走了 王家老三呢 避免都过多接触 对 王家老三那个时候不是未成年吗 他实际上是判的七年吗 他判的七年 实际上是只坐了四年的牢 然后还是有三年呢 是兼万执行 就是你可以出去 去到外面 出狱之后呢 三弟王振军更是小姓景深很早回家 有时候回老家 也只是看一下父母 马上就走了 基本不在村里过夜 张寇寇那里 初中毕业之后不久 通过征兵入伍 去了新疆当兵 入伍之后 班长问新兵 为什么要来当兵 张寇寇是这么说的 我要锻炼身体 我要为妈妈报仇 张寇寇的这个想法呢 就反映到了上级 团里领导里 就给他做思想工作 张福如呢 是一个木匠 农闲的时候呢 其实他也不闲着 到处给人做小工 一天工资 五六十块钱 有的时候就八十块钱 他想给儿子呢 盖新房 盼着能早一点 娶个媳妇回家 经过张福如的辛苦努力 他家推倒了旧土房 在2007年盖了一层新砖房 在2013年的时候 又加盖了一层 张福如说 修这个房子 他出了十一万 张寇寇出了两万 本来大家生活 都还蛮平静的 就是一边就躲着 就不见 然后另外一边 也是去当兵了 家里面也在 避免尴尬 就是老人跟老人在 对 年轻的就都不在 就尽量避开 对王家他有点害怕 就是早上来下午 看门 张寇是去当兵了 对 现在在三门村 张家这栋 两层白色小楼 已经算是最好的房子了 但在张寇寇二人的新房里 你眼睛看下去的 就是王家大院 整个情景 那你相反的话 你站在王家大院 你就可以看到他家那张楼 对 但是 但是毕竟是心里有愧的呀 然后他就会一直觉得 张寇寇在那里 要抱负 对 就有这种心理压力 在深圳的时候 张寇寇有个女朋友 但最后还是分手了 至于一直不结婚 张寇寇是这么说的 母亲死了之后 经常会想到母亲去世的画面 心里放不下 张福如回忆说 春节前的八九天 张寇寇去银行 取了他所有的积蓄 四万块钱 交给张福如 他是这么说的 你身上没钱了 这四万块钱 我给你 你拿去种菜 买种子 买化肥 买农药 2017年中 张寇寇七月份就回家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去打工 本来说春节之后 要出去找工作 但是他觉得工作不好找 即使找到了 工资也太低 那就过完年再走 2018年的除夕 时间发生在12点10分左右 王家老大和老三上山祭祖 张寇寇一桩尾随 在王家人返回的途中 持单刃刀刺统王振军 然后持刀 追上并统刺老大 志祺不动 然后他又返回去 刺老三 直到他确认 老三跟老一全部死亡 随后入王自新家院中 统刺王自新 志祺倒地不动 然后他又拿着刀 去砍老大的小轿车 点燃两个酒瓶 致车后部燃烧 严重受损 在张寇寇逃离之前 他指责杨桂英 就是王自新的 妈妈 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三个孩子的妈妈 他说你是女的 我不杀你 还是有人性的 那算人性吗 算人性 他如果要灭门的话 就全部都杀了 就残留的人性吧 残留的人性 当时王家老二 他那天正好不在 王家老二呢 处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他在女朋友那里过年 当天下午 警察把他从女友家接走 移到了县城另外一个 隐蔽的地方 一连很多天 他都在这个地方躲着 后来呢 王家全家的人都被保护起来 直到大年初二 张寇寇自首归案之后 警察才取消了 对他们的特别保护 警察怕他去灭门 对 因为他还有 不是老二还没有干吗 他就是 他就是盯着他 一家 全家 所有人 所以我说他对杨贵英 还是有点人性的 至少他没有 没有 捅上去 对 张寇寇杀完人之后 走到村外 沿着小路绕了一圈 然后走到河滩上 把行凶的刀呢 扔进了水坑里 那天晚上 他就在 河边上的草丛里 瞇了一碗 张寇寇在看守所里 对律师是这样说的 他那天晚上 心里很平静 但是没有睡好 大年初一 天一刚亮 他沿着田间小路 来到了大河坎的江边 一路走到下午一点 那天他想回家 看父亲一眼 走到邻居家 他隔着墙 听到有人说话 他觉得有很多人都在 就翻墙逃跑了 他走到坟地 走到河沟 又来到了河滩上 初音的晚 那一夜 在河滩上的张寇狗 觉得天气太冷了 就到镇上的银行 自动取款机 边上待了一晚 初二大清早 七点四十五分 张寇狗到派出所自首 在他自首的当天中午 他被带到了三门村 指认杀人现场 当时天上下着小雨 张寇狗呢 戴着手铐和铰链 旁边的武警们 全部都是全副武装 围观的村民非常多 有本村的 也有邻村的 都是来看热闹的 这一个场景 又让村民们 想起了当年围观 法医 检验张寇狗 母亲尸体的场景 现场指证完之后呢 张寇狗很潇洒 他就手一扬 他说没事 大家都回吧 没事 2019年1月8日上午9点 张寇狗故意杀人 故意毁坏财务案 在汉中史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 下午5点40分 法院一审宣判 张寇狗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犯故意毁坏财务罪 判处有期徒刑4年 张寇狗不服判决 当庭提出上诉 这事距离案发已经330天 一年前的那场劫难 同时扯碎了两个平静的家庭 律师在南政刊所 会见张寇狗的时候呢 张寇狗多次强调了 他有终身难忘的三个画面 第一个是1996年 打架的那一天 就是他妈妈被杀的那一天 他妈妈被打的那一天 不是被杀 他那个时候没有 第二个呢 就是他妈妈倒下了之后 然后他爸爸去扶他 一路回到他家 就是然后他走不了路 就是走一下 然后又倒下了 他这个画面就很难忘记 因为很痛 然后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 就是解剖 那个时候只有13岁 那个是重创 他亲眼看到到 他妈妈的脑子被 就是被打开 然后呢 然后再被缝上去 这个实在是他不能接受 你尸检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在全村人的注目下 对在室外而且是 所以张寇狗对这三个画面 深深地留下了这种 这种悲惨阴影 然后就有那种扭曲的想法 对 他就想要一直去报复 我掏心掏会给他们 他们给我掏进口嘛 我掏心掏会给他们说了 说了之后 我又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最后呢 检查机关就拿这个来起诉我 说我给我妈抱头是广子 我是对这个社会不满 对生活不满 我把人家杀了 对这个社会 对生活不满的人多烂 每个人都去把人杀了吗 每个人杀人 杀人对我自己的理由 对不对 我又是个神经病 才定如下 大家更愿意相信张寇寇举刀杀人 大多是处于童年阴影 总结下来呢 两家人之间的小矛盾 没有处理好 没有被重视 最后引发大火 那么22年前 能够严惩王家的话 也不会酿成 22年后的悲剧 对那这里有一个花絮 就是王自新 就是他爸爸 说的是老三打的王秀平 但是呢 张福如说的是老二打的 但是他们考虑了 因为老三是因为未成年 老二可能就要以死抵罪 因为以命抵命 对然后他们算好了 是老三未成年 判不了多少 判不了多少 因为最高刑期也就只有七年 所以他判的是七年 私利复仇存在的极大的利弊 会产生巨大的危险 同样的事情 每个人在心中的公正是不一样的 那么由当事人来判断 并根据自己的判断 来进行这种私利复仇的行为 将导致无休止的反复复仇 社会将处于无序和混乱之中 而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每一个人 都将会是这种无序和混乱的受害者 张寇寇案在感情上来说是一种悲剧 有很多值得人们同情的地方 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对他判以再严厉的刑法也不为过 几条人民几个家庭 家破人亡都源于22年前的那个小小的矛盾 这对于他张寇寇这个人嘛 肯定也是一个舆论也是一个矛盾的嘛 一方面觉得他是一个22年前被受了一个迫害 受害者 受害者然后又没有而且是一个没有得到公正 对待的受害者 对 然后但是所以就造成了他一个心里面一个积怨啊 或者他心里面 复仇的心 复仇一点点累加 但是 但是他去这样屠杀是不对的 身方正义你有很多种方法 不一定要用私刑去屠杀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就要说 这个世界没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生章的 不一定是公平的 这个事情就是王家被屠杀了 也是一种活该 也是因果报应 对 所以就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两面的嘛 就看你去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对 那么你觉得这个是屠杀类的 还是他是无辜的 他不会是无辜的 毕竟他被杀了人 他有人命在身上 他再怎么样他也是不是无辜的 但是就是啊 他的这个行为是可以被量 也不能说被谅解 就是可以被 原谅 原谅的话他就不会去以命抵命了嘛 就是被理解吧 这样说吧 那你觉得他的行为是能够被理解的 能够被接受的 还是 还是确实是法律判得太重了 判的是死刑 那以命抵命很正常 而且他身上背的不是一条命啊 那可以判他个无期啊 那中国的法律就是一命就是一命啊 故意杀人就是一命一命啊 那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说人张口口 到 停前师傅已经核对了你的身份 是 你的身份与汉中中院一审判决认定的身份是否一致 你什么时间收到汉中市中级法院一审刑事判决说 1月12号 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灵西刑出37号刑事判决说 认定你犯什么罪给你判处什么刑法 判决看这个 合法刑事判决 具体是杀人罪判处死刑 拨权中身 故意毁坏财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合并执行死刑剥造政治权利终身 你是否在法定期限里起处上诉